新店北新路二段 张家人为了长达是226公尺的地 12月31号跟公务局养工处爆发冲突 张家人被各个来控诉 政府占用私人土地反过来 还要追缴上百万的税金 一气之下危险道路抗争 但是被强制拆除 气呼呼拿着自制A4构式 在骑楼柱子用力贴上去 地主张太太和张先生 怒控政府占用私人土地 还要追缴税金 甚至非法强拆 事情发生在2014年最后一天 张家人和公务局养工处 发生激烈冲突 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一阵拉扯张家两个儿子纷纷挂彩 其中一个还被压上警车 张太宅更是气得晕了过去 紧急送医 没有公文给我们这样 我们知道说你凭哪一个法条 他必须要有依据 就要他完全没有依据的来把这个拆掉 刚处院身体还很虚弱 急忙重回现场 但铁柱已经全被拆光 原本花了15万元 设铁柱铁链 将自家土地围起来 现在铁柱全被切断 空洞也已经用沥青填平 北新路二段原本围起来的铁柱和铁链 已经全部消失 就从捷运7张站开始沿途37根铁柱就在一个下午 全部被拆除下来 地上还可以清楚看到拆除痕迹 客人要临时停车就没有困扰了 对做生意这整排都这样 原来这块地从旗楼往外延伸3.64公尺 长达226公尺都是张家私有土地 民国67年政府打算拓宽道路 地主也同意将建物后缩 没想到房子盖好了政府却改口说缺钱征收 导致这块地30几年都是公共使用 但是101年政府突然要求地主缴税 甚至追缴5年上百万税金 拿出以前拍照证据明明是私有土地 政府却擅自化停车隔收费 税金却是地主在缴 张家人不满抗议 政府才将停车隔涂掉 双方为了这块地已经缠送30多年 只判尽快解决问题 否则附近店家住户也是不生即饶 记者陈嘉明温三新北市报道 监用 排借